主席想請教殺金華誠的部分 因為衛京集團他是有發聲明說 好歌時期是有人來所會 那我有擔心說現在檢調下一個就會查到你 那外界也質疑說便當會究竟開了幾次 還有說就是前立委高嘉瑜 他有提到說就是您有到桃珠影員接待所唱歌 那是不是跟沈慶晶有其他不當往來 第一點喔 那個 我昨天看那個沈慶晶的聲明 他說科事務時代也有人跟他所會 還透過什麼什麼 透過好像中間人 我跟你講我要是知道誰的話 我當時就自己都處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也是嚇一跳 不過是這樣 既然這個沈慶晶已經在地檢署了 他也發這種聲明 他就直接跟檢察官講 到底是誰 那也希望檢察官就直接去徹查就好 那我從來不會否認說我認識沈慶晶 我當台北市長這麼多年來 很多這種 對我來講財團老闆也是就是一個市民 所以遇到這還是有 我從來不會去否認 愛說有去唱歌 有他請過我一次 那是選後的選後 選後 他當我說選不住 給你慰勞一下 就這樣 那一次 一次